摩羯座,摩羯座即使遇上心仪的对象,也会严格控制浪漫的幻想力,以防感情泛滥,他们也很实际,喜欢权威,保障和地位。 所以摩羯座的爱情中,常会不自觉地将这些条件考虑进去。 摩羯座不喜欢抢球,所以在生活中,也是一个对自己的爱情很清楚的人。 9月摩羯座桃花孕总体也是有波动不断的,桃花孕最旺,单身哲客向异性展开追求,成功率很大,也可以多参加相亲,或认识异性的机缘。 谈婚论嫁的也可顺利进行,9月获得月老的支持,摩羯若很随意就能碰着身和的人,收获真爱,获得完美的爱情。 在9月你们的愿望成真了,终于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桃花孕和真爱。 双子座,双子座的人遇到事情缺乏耐心,干什么事总是三分钟热度,喜欢去追求一些新鲜事物。 他们不喜欢一成不变,甚至有点花心,所以双子座很少会对别人一见倾心。 双子座的人大部分都是单身,相对来说结婚也比较晚,但在9月份,双子座被幸运女神宠爱,即将会和心爱的人相遇。 双子座的人在9月里运气都是蛮好的,桃花孕也十分强。 这是因为金星,太阳都在珍爱宫中,被双子座的爱情也插上了理想的翅膀。 双子座有很多机会遇到新的,木星让他们的社交运气也十分棒。 双子座适合站在光彩夺目的台上,尽情展现魅力,吸引众人的目光。 双子座的人觉得每一段感情像是存在于身边的一朵花,能够让我们在感情中慢慢地感受到来,赐于身边的美好。 每一段感情都是可以得到每一个人的青睐,这样我们就可以在感情中慢慢地将自己的未来,照亮自己的感情生活,找到属于自己的完美曙光。 9月份单身都是首座身边会有很多的异性,很是招人喜欢,爱情越特别旺盛,像不谈恋爱都难,这个时候就不要太挑剔了。 赶紧把握机会从中挑选出适合自己的伴侣,彻底告别单身中的生活,又伴侣的朋友,感情甜蜜恩爱,如果可以适当加些浪漫的氛围和情趣,为平淡的生活增添色彩。 对彼此的感情深温有很大的提高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